今天,在中国军事网上,看到一组中国军人,在高原训练的照片。 看完照片,竟然久久没有言语,一直沉默着,知道身边朋友的提醒,我才缓过神来,内心充满了震撼,更是感到揪心,难免心里隐隐作痛,我想这才可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吧。 一张张照片,展示着中国军人的形象,为了祖国安民和人民利益,他们在苦在泪都在所不惜,一张张脸庞,见证着他们的汗水和付出,为了苦练杀笔本领提升战斗力水平,他们掉皮掉肉不掉泪,去过高原的战友肯定有特别的感觉,年轻的面孔已不再稚嫩,尽显沧桑,然而他们依然顽强地在戈壁,在高原训练着。 不曾叫苦叫累,不曾怨天尤人,一直在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,哪怕皮肤剧烈,哪怕已经不成人样,可他们还是坚守着他们的初心,牢记着他们从军包国的使命,典型的西藏高原红,典型的在高原训练后的境况,可以想象他们在烈日下的训练有多么的辛苦,有多么的让人心疼,这嘴唇,这皮肤,包含着他们多祖国和人民, 人民的深情,一个刚入伍的年轻新战士,嘴唇干裂出血,只能做简单的处理,然而,他没有皱一下眉头,更没有逃避艰苦的训练,依然在高原摸爬滚打,练战术,练技术,把年轻的梦想融入到各种各样的军事训练中,平均4000多米的高海拔,紫外线极强,长时间的,照射,不间断的照射, 加之皮肤得不到休息和保养,以至于在很多时候,对我们的官兵造成了很大的伤害,虽然我们做了多重防护措施,但还是有许多官兵的面部被灼伤,但我们的战士依然嘴角挂着笑容, 因为保家卫国,无上光荣,在这风吹石透跑的地方,吃饭也随时面临风沙的侵袭,再让我们来看看那一双双手,19岁小伙子的双手,满是褶皱,有的已经军裂,有的已经浓肿,让人不由得十分心痛,十分的不忍,曾几何时,当为我们和他们年纪一样大的时候,虽然辛苦过,委屈过,心酸过,但一直对他们充满着向往, 和敬意,曾几何时,只以为那是他们不爱惜自己,体质差异而造就的双手,这一双双手,生长着祖国的筋骨,沸腾着人民的血液,这是守护国家安全,守卫人民幸福的双手,我想他们就是这世界上最锐利的武器,是国家的脊梁,更是人民最信赖的靠山,他们中的很多人,年龄都在18,19岁,可他们用自己并不厚实的肩膀, 担洗了抢我国防的重任,无论条件多么的艰辛,无论生活多么的艰苦,无论他们是在高原戈壁,还是深海荒岛,无论他们是远离父母妻儿,还是无法回家,他们都无怨无悔,他们都在默默奉献,我想这样的照片,真的不敢让他们的父母看到吧,那将会是多么的心酸,多么的心疼啊, 因为他们的付出,才有祖国的安宁,我想,这才是军人代表的国家精神吧,责任编辑 Zither Harp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